金山区三合国小利用自己种植的稻米DIY手工艺成象征平安的作品平安顺遂 三合国小是期待透过融合美术、数学与自然教育等多元智能课程 让学生拥有一堂不一样的食农教育课程 金山区三合国小是食农教育特色学校 求农之际作物都采收了 让土壤修身养习 于是学校老师就想出特别的课程 要用稻米来做手工艺品 让学生们明白透过巧思 稻米不仅是能够吃或是做成米食料理 还可以手做成饰品平安顺遂 为生活装饰也为自己祈福 这个是最后成品的样子 等一下主任会先让你们去观察 它需要的步骤有哪些 我们在过程当中有一些小技巧跟重点 主任会提醒你们 那就是取这个稻穗 跟这个上面有一个平安的标识 平安顺遂 那这个是我们自己种的稻子的稻穗 晒干之后拿来做的一个作品 那学校有一系列的食农教育的课程 从小朋友到我们学校旁边的农地 去擦秧啊除草啊抓扶寿楼 到最后收割稻子 那收割稻子之后 我们把稻稻一部分的稻稻收集起来 就把它做成这个文创作品叫做平安顺遂 三合国小主任拿着做好的成品向学生们说明平安顺遂 为什么得其名 还有取写音的苹果造型平安字样 换成了瓶子造型的平安字样 一样都有平安的意思 而学生透过多元素材的转换 学习到不同的呈现 可以达到同一项寓意 还有一项设计品的完成 需要集合美学数学等多元智能才能完成 那我们有两种的形式 一种就像这样子 用一个现成的平安的符号 加上稻税叫做平安顺遂 那另外一个是这种 就是我们跟金山高中合作 利用他们的创客教室 用雷射雕刻 学校的校徽跟平安的两个字 然后结合学校的稻税 做成平安顺遂 那再结合学校的艺文课程 让小朋友在艺文课里面 艺文课的时候 老师加老学生 来做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创作品 每人十到十二支的稻税 看见原本绿色的稻梗 在时间的吹花之下 变成黄褐色 而这也是自然学科的学习 学生们轻轻把稻税整理成数 象征喜气的红线绑气 就成了一束集合多元智能的艺术品 三合国校也期待 透过这堂手工艺课 要让孩子感受到 不一样的食农教育 记者赖品函金山采访报导 明镇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